大家好 我是WIG500作业一车 今天是9月1号 今天我们要来讲解一个虚拟货币 是什么虚拟货币呢? 叫一个部落币 这是它的英文名字 叫Table的部落币的价格 今后的走向 它的价格目前是0.7美元 这是昨天站的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得一个水三减 五一洞 那么看一下这个货币到底是怎么样? 它目前的状况啊 第一条 现在的大盘由于受机构所控制 正处在一个多变的时刻 这是一方面 还不限于如此 还不限于此 其机构本身 有不良的操作 也是价格下跌的重要原因 目前这个部落币 价格相当的不好 往下在向下 在向下运行 它的价格啊 原因 有多方面的 正处在一个多变的时刻 这一个虚拟货币的价格 机构操纵这个部落币的机构 有不良的操作 这是价格下跌的重要原因职业 第二条 虽然资金流 对大盘的支撑 但仍不足以有效的阻止 价格的上升 价格依然疲软 在今后的几个月 会有波动 记得在早上讲一个 这个 索罗纳的时候 它今后的价格也有波动 这个虚拟货币 它的价格 在今后几个月 也有波动 说明在今后的几个月内 这个虚拟货币 波动还是有的 第一条 在今后的几个月 什么波动 上涨还是下跌 第二条 这个币种 与其他的币有什么不同 第三点 这个币长期次有 从长远来看 三个问题 那么在今后的几个月 有什么波动 上涨还是下跌 涨多少 跌多少 啊 涨跌多少啊 就是第一个问题 今后的几个月 有什么波动 上涨还是下跌 涨跌多少 第二点 这个币与其他的币 有什么不同 第三点 长期看这个币的前景怎么样 三个问题 付费自行啊 付费自行啊 500元啊 这三个问题 500元啊 付费自行 好